歡迎來到Board and Cart Game的遊戲教室 我們現在是繼續卡探圖島 Part 2 預備遊戲流程 首先一開始其實每人就會分配到兩間屋和兩條道路 然後就開始窄色鬥大 由最大點數的那位玩家開始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由藍色開始 它就可以把屋放在地圖上的位置 比如我現在放在這裡 其實放屋有規定 一定每一間屋就要跟一條路 然後同時間 比如屋和屋之間 就要隔兩條路 比如我如果紅色再放 就不能放在這裡 因為這裡只有一條路 它就可能要放在這個位置 隔兩條路的位置 或者這樣隔兩條路的位置 然後呢 藍色放完 就順時針到紅色、白色、橙色地放 然後到橙色放完之後 它可以再放屋 然後逆時針到白色、紅色和藍色地放 各個玩家都放了屋之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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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可以根據 它的屋擲住的資源地圖位置 拿回對應的資源 比如說這個是紅色的屋 它就可以拿到兩個米和一個木 然後就把它放在自己身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同時間它這個就拿到一個米 在這裡拿回 這個就是 預備遊戲 我們在下一節就會講 遊戲的流程